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马华今天迎来大选组建团结政府之后的第一次党庆 同时也是74周年党庆 面对众多基层党员 那马华领袖们当然免不了得给大家分析马华当前的时局 交代马华未来要走的方向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在演讲的时候就开门见山的承认 马华现在虽然是政府的一员 却又不在内阁当中 对政策没有决策权 那马华可以说是政府又不是政府 所以外界都认为马华现在的地位很尴尬 所处的位置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角色能够扮演 可能连发表言论都会处处受限 但是魏家祥强调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那马华应该要掌握主动权自我调整跟变通 他认为马华应该要在这个新的位置上找事来做 这也政府和马华今年党庆的主题 自强不息 魏家祥说自强不息涵盖了两层含义 第一层指的是马华要保持不卑不坑的处世之道 那另外一层就是自我革新的自强之道 魏家祥表明马华接下来要全力投入改革工作 从自强做起带领马华走出黑暗迎接曙光的到来 马华今天在马华大厦举办74周年党庆 不管是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或总秘书张胜文 在影响当中都把重点放在鼓励党员投入改革 张胜文指出马华必须把握时机自我改革 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承认自己的不足 正是马华的弱点 我们的宣传不如人 我们的组织不如人 形象不如人 培训不如人 问证能力不如人 论述能力不如人 我们连士气斗志心理数字 往往都没有比别人强 马华要自强 首先必须承认自己不够强 也必须知道自己哪里不够强 这是我们达出的第一步 至于魏家祥则提到 马华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 但是党员就是马华最重要的资产 马华必须要救自己 马华党员必须要救马华 面对作为政府议员 又不是内阁一份子的新角色 魏家祥鼓励党员 应该要加倍努力 自己找事来做 同志们 我们眼前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无事可做 要么就找事来做 我们要怎么选择 起建议我们是带着 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 目前的一个证据 现在正是我们要发挥 创意加倍努力的时候 来在这个新的位置上 找事来做 除此之外 魏家祥也强调 马华现在已经不再受到官职所限制 所以他跟丹荣彼爱国会议员 黄日生 作为后座议员将会畅所欲言 不只是针对政府的决策 为民发声 同时也会扮演监督和鞭策 在野党的角色 我需要尽用